大家好 今天就说一下这个杂花 有些花友直接询问我说 这个杂花在下架如何把它养得更好呢 特别是开花苞长花苞期间 今天就针对这一点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长花苞期的杂花在下架 怎么把它养得更好呢 首先就说一下这个光照 这个光照最好保持在28度到30度 这个幅度是比较好的 不要给它挂墙的曝晒 特别是这个下架 这个下架呢 如果你经常给它曝晒的话呢 它是会出现这个叶片 出现烧焦的现象的 还有这个花苞呢 很难打开 还有甚至掉落的现象也是有的 所以这个掌控这个温度是相当的重要的 另外在长花苞后呢 一定要给足肥料 这个下架呢 用什么肥料好呢 建议大家不要用的是复合肥料 这是尿素 用尿素的话呢 它会出现烧根的现象 所以不建议大家使用 如果是家庭盆栽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这个 微生物有脂肥 就是家庭用的 是比较好的 而且呢 它这个肥效啊 是相当的急久的 它可以长达一个多叶的 像我这一盘呢 就是大概十多粒就可以了 就是撒到这个盘土表面就可以了 这样呢 你就不用去太在意去管理它了 自然呢 它就慢慢的生长 长出这个花苞的了 反正我这一盘呢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施肥的小方法 它这里呢 长出了很多这个花苞 大家看一下 而且呢 每个枝头都有这个花苞 像这种呢 就是连续使用三次就可以了 后期呢 它这个花苞 花朵呢 就会慢慢的打开的了 所以呢 大家平时养活呢 就是按照这种方法去养活你家里 这个杂花就可以了 时间有限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什么不懂的话呢 咱们可以相互的交流 养出更好的杂花 好了 下期再见